那今天的話最後一次上課啦 所以我們大概五個單元抓一些比較重要的範例來講 但是有些範例可能沒有時間講到的話 那原則上我都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們有 就是還有學習的 這個 興趣的話可以再找一下 除了說雲端的資料之外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搜尋一下那個關鍵字那個範例名稱 那你會找到之前上課的一些相關影片 然後你可以 再去延伸性學習啦 我想這樣的話對各位來說應該是會相對比較更完整 那因為如果你要把VPA學得更好 其實就是更多的範例啦 然後更多 的一些練習啦 還有一些更多的實戰經驗 所以如果有遇到問題 當然如何解決問題這個都是需要訓練的 那 我這邊只是實際上 就是把一些 範例的答案整理出來 那你們可以再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來 我把剛剛這個範例的公式 把這個 工作每一天改成叫函數 再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叫VPA 所以 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函數 在Ctrl鍵按住拖拉 這個叫VPA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第2種方法 VPA來做 那該怎麼做 如果說我做的方法要跟剛剛蠻像的話 那我應該如何做處理 第一步當然一樣 我 第一個是希望在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第2列到第9列 藍的話第4藍到第7藍 然後我要把它變成1到32的數字 輸出好了 那怎麼做比較快 大概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 先插入一個 模組 然後這邊 也許名稱叫 人士芬蘭好了 OK 然後呢 一樣我們用 For i For i 等於2到9 For j 等於4到7 那有同意會問說 老師可以用For each 跟各位講 這邊不適合用For each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For each 通常是你要讀資料 他可以幫你讀出來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寫資料的話 比如說我要在這上面這個範圍裡面 寫資料寫1到32的話 那就不適合用那個For each的寫法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For i、For j寫完 再來的話呢我要寫出去資料 那就是Sales Idea的 J欄 那我要放什麼東西呢 欸 大概幾個方法啦 你如果用剛剛的那個 一樣的邏輯喔 那我們可以用J J在這裡指的是欄 有點像Column 所以如果你現在輸出 輸出這樣的結果 他會變成4到7 那你只要J-3 他會變怎麼樣呢 有沒有1到4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J跟Column 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所以你後面假設你要把 1到32變出來 那就是什麼 I就是列嘛 就RA 減掉2 有沒有然後 刮斧乘上4 得到的結果會一樣 你會發現喔 直行的結果 剛好就1到32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這裡只是說把 那個 這個 J 就是欄 就Column I的話就RAW 有沒有 公式其實就一模一樣 這方法1啦 其實還有方法 方法2的話就是 老師說我如果用K 可不可以 其實跟各位講可以 如果K K的做法是K等於1嘛 因為我從1開始 那我如果輸出的話 我可以先輸出K 但是你如果全部輸出K的話 他變成全合1 那你可以什麼 底下在K等於 K加1比較好 輸出一個 當他下一個 就是把他加1 那你會發現 執行結果會變怎麼樣 跟剛剛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嘛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有特別強調那個K還蠻萬用 就是大概這樣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要輸出的 資料 或者是列 或者是 位置等等 其實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只要他是需要向下加1的 那你就用這一招 還蠻萬用的 這個是初始值 在4上面 這個是輸出 然後後面一定記得 輸出完的下一行 就是加1就對了 OK 那這樣的話其實 我們完成第一步了 也就是跟剛剛那個 先產生那個數字表格 有沒有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抓資料 抓資料 那抓資料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這個位置 假如說我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應該是什麼 他是在第幾 列 第幾欄 欄 欄的話固定在B欄 因為我們不是用index 我們是直接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工作表應該是 如果我假設用Sales來帶的話 Sales這個儲存格 那K的話指的一樣是列 所以先放在前面 可是問題來了 他這個列呢 應該是要從第2列開始 特別是他不是跟index不一樣 index是指的那個範圍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指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裡應該 所以怎麼辦 乾脆把K直接改成2算 從2開始 有沒有 所以他會 我這邊 假設我從2開始 那輸出的話就是2到33 那2到33指的就是這個 B2嘛 到B33 那不就剛剛好 所以 我只要在這邊加什麼 把K前面加一個Sales 就是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啊 第2列 哪一欄啊 他一樣是B藍 所以他會先抓B2 再抓B3 再抓B4 一直抓到B3 那不就剛好 符合我們剛剛的邏輯了 所以這邊執行的話 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的index那個步驟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兩者其實說真的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也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說換個地方寫而已啊 那 因為 VBA好處啦 我是覺得就是說 它是可以 分別敘述的 那 公式是沒辦法分別的 那 VBA裡面可以 帶變數 就是我資料可以先丟到變數 然後我再做處理 但是 公式沒辦法 公式你就固定那樣子 那公式裡面也不能執行4回圈 你只用 那個正列 Ctrl-Shift-Enter 可是大瓜那個真的太 太複雜了 所以我通常 講到那邊的話就算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基本上已經做到 index 再來就是mid mid其實 做法一不一樣 其實差不多 那LEN跟mid VBA跟Excel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樣 mid 錢瓜糊 他一樣給三個參數 那第一個參數我們剛剛是用什麼 用LEN 有沒有 LEN去算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那固定第一列的話 你就是 打Sales 固定第一列就打E啦 E的話就意思 我固定一定都第一列喔 豆點 哪一藍 那藍跟什麼有關 跟J有關 所以後面加一個J就可以了 因為J是從4 5 67嘛 所以他如果 今天跑第一藍 那就是 那其實就是 等於是抓哪一藍 OK 然後後瓜糊一下 然後記得後面再怎麼樣 加2嘛 因為我就是 4 冒號的下一個 所以加上2 有沒有 然後呢 豆點 幾個字啊 99個字 後面 後瓜糊 好 原則上這樣就寫完了 跑一下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 沒問題 執行一下 這邊是打 打錯了 後瓜糊忘了 這個應該 這個Sales LEN有個後瓜糊 我剛剛露加了 這邊後瓜糊一下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有前瓜糊 你一定要有後瓜糊 我都沒後瓜糊就錯了 然後移開看看 沒錯 如果移開他發現 紅色字 那表示你應該要寫錯 剛剛是露這個 露掉這個 常常就是 我以為打了後瓜糊 原來LEN的後瓜糊沒加 好 然後執行一下 沒錯 最後呢 一樣 就把這個藍寬給調一下 可是如果假設你連那個藍寬 都不想要 自己手動加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寫法 就是你最後乾脆 在底下這邊加一個 藍寬自動調整 叫column COLUMN 加S column 那如果你要調整的藍是在哪一藍 D藍 冒號 到區藍 就是 D冒號區 這個叫 D藍到區藍 點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什麼 AUTO AUTOFIT FIT AUTOFIT 如果你假設你這個字拼不出來 應該移開會變大寫 應該沒錯 如果你這個字拼不出來有個方法 你瓜糊不要打 你就直接點有沒有 叫AUTOFIT 有 有啦 AUTO 所以他其實有AUTOFILTER AUTOFIT在這裡 OK 然後你瓜糊再補上去 也OK啦 如果你 假設你 這個怕忘記那個名稱的話 OK 好 那最後的話執行 你會發現 他就自動排整齊了 多好 OK 所以如果兩箱比較之下 你們應該可以 比較出 他的最大差別 OK 那我這邊程式的話 基本上呢 有改了一個K 因為本來後面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用K的話 那你就是要用那個什麼 J-3 加上I-2瓜糊乘上4 如果比起來的話 感覺好像K 有點是讓那個 整個程式 減化我覺得還蠻多的 而且這樣程式看起來清爽很多 OK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 試著做做看吧 那我原來的程式我看一下 線上這邊其實也有啦 只是說我好像 沒有 這邊 我沒有把那個 這個這個原始碼貼上去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那我待會也許再 再把它貼上來好了 原來是寫成這樣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